万历三大争里有一场战役发生在西南地区 这个就是波州之乱 这场战争比起抗国元朝来说名声不是很大 但它发生的原因却更加复杂 这场叛乱的领头人叫杨英龙 是波州的宣伟司 属于汉化程度很高的土司 甚至可以说他们本来就是汉人 只是来久了就顺应了当地的民族 西南地区的土司们和朝廷的关系很复杂 朝廷强他们就听话 朝廷弱了他们就容易捣乱 像波州的洋士当年和大元皇帝处得很融洽 朱元璋来了以后立马就改头换面 可以说是非常失职物 不过这些土司们也不是干听话 一方面和朝廷出好关系 另一方面利用这些关系在全国做生意 比如木材 很多明代藩王夏丧用的棺材板 都是这些土司们卖过来的 逐渐的波州这个地方就成了非常繁华的市镇 成化12年有个官员去波州出差 就感叹波州这个地方 无论是人口还是城建都不比江南城市差 明代波州位于今天的贵州遵义地区 能在西南建立这么大的城市 可见这些土司们做生意做的确实不小 既然大家能开心挣钱 为什么在万历年间会打起来呢 明代到了万历中期啊 李甲制度已经崩溃了 朝廷手里没有钱 各个地方呢管理混乱 就没有办法去平定 特别是西南地区更是乱成一国州 偏偏这个地方的地方官 特别这个东西 除了贪以外啥也不是 那地方出现叛乱怎么办呢 只能让土司们帮忙 土司出兵剿灭叛匪 当地的官府呢就默认 他们可以随便掳掠当地的财富 想搜刮什么随意 只要能让我们这些个地方看起来平定 这一年的考核也算合格了 但问题是啊 土司呢本来是靠卖木材 卖矿产来做生意的 你现在让我去卖命 一两次也就算了 但后来大明的各个地方 叛乱就没停过 土司们就不想干了 要继续去做生意去 而熟悉明朝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 明末开始小冰河气候就来了 经济状况非常差 土司们的货也卖不出去了 只能靠帮地方官评判 趁机打家结社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人口失业 土司们也维持不下去了 手里的兵是越来越多 钱却抢的越来越少 那与其去卖命 还不如干脆和地方官撕破脸 自己战身为王 种地产粮 于是乎 波州的头子杨英龙就反叛了 当时的贵州省官员 派了三千人去剿匪 没想到一个都没回来 这件事算是彻底闹大了 闹到了万历皇帝的案前 恰好此刻 抗窝元朝战争结束 万历直接大手一挥 让朝鲜打完仗的几个将领 直接从山海关跑到了贵州指挥作战 杨英龙本身战术操作还是很厉害的 想要把明军给反包围 但没想到这几个将领太猛 一百多天就把杨英龙给养了 从此西南地区迎来了短暂的稳定 不过从此以后的大明朝 日子也是一天不如一天 万历皇帝在位期间 全国打仗就没停过 这和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有很大的关系 直到最后的撒尔虎战役开启了明朝的倒计时